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Will 来到英国的行程第20天 今天是一天操练的日子 昨天就和哈叔过去卡迪夫城那边走走 今天就会练跑 因为接下来两个星期不够就比赛 会在这里跑去一个叫Action Court的地方 大概全程15公里左右 来回就30公里了 有个简单的跑步操练 然后明天就会和哈叔去操练 希望操练过长一点 这两个课都是比赛之前的主要课程 今天到的目的地 就是我们搞了一个活动 B.T. 在B.C.T. 搞了一个 纷纷的比赛活动的场地 走走大概3公里的距离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当然香港的朋友当然 没有需要知道这些位置 怎样转左转右 但是我跑步旅行 来到这里看到一间教堂 我现在进去发觉一下 与此同时都点击一些位置 因为在这段时间都认识了一些英国朋友 说他有兴趣跑步 也在单车 因为我刚才沿着来的 那一条单车径 沿途都很多很漂亮的花 那些Blue Bell 或者有人有兴趣 我会点击一下位置 大概在哪里给大家 至于我看到一间教堂 至于我看到一间教堂 在哪里呢 在右边 但是这里过不过去呢 前面看到一间教堂 来到教堂的入口位置 里面有个墓园 虽然是墓园 但是很漂亮的感觉 很多白色的花 小蓝色的花 好 好 在于一个游客来说 未去过的地方 到处都是景点 至于墓园 对我来说 我一向都不介意 就算是陷山也好 人必经的阶段 是吧 你捆了一个尊敬的心 经过某个位置 不达交换 问题应该不太大的 好 挺平静的感觉 好 专门的教堂 就是打个转门 一间很漂亮的教堂 有些朋友常说 你去到哪里都很漂亮 那我那一刻 我真的觉得很漂亮 真心觉得是很漂亮 那就赞一下 做人的东西 看样东西都漂亮 就会觉得开心一点 五入口里面 都是一个社区的小教堂 其实周街 都是林太太很想找到的 Goo Bell 虽然不是一片花海 但是周围都有 已经开得很漂亮 好了 离开了这个 路径小教堂之后 是我目标方向继续走 然后我看到排屋 OK 一路走一看地图 一路走的时间 用的地图是吗 有朋友问过我 在海外行山 用什么地图好些 有时间前面 停地休息的时间 简单 分享一下 窮游英国最佳的午餐 就是吃便利店的Mew Deal 这里是一间 这间还没帮衬 看一看 门口 一磅有杯咖啡 在这里算不错 进去看看什么吃 走出来 前面有几间铁打馆 中医铁打馆 跑到咬柴的时候 可以帮你 看看什么吃 吃完再去逛街 这间又不见有Mew Deal 但是在说磅 麦土三文治算便宜 选择一份吃 靠着麦三文治 走出来看看 周围街景 这间还愿意 看什么价钱 中药条理 全诊的诊金 15磅 配方 一日 10至12磅 我想 都不算是很夸张的价钱 香港看医生可能一日都要 很多科目可以看到 焦慮 失眠 月经失调 各样都有 一路沿着河边 跑了大概10公里左右的距离 我们去到Blistow的市区位置 有一次来到Blistow的房堂河边 今次走一条S型的桥 前面看到Blistow的一个主要的火车站 忘记叫什么名字 今次我们不进火车站了 参观过你们远处火车站 旁边 在两条河中间的地段 跑一段 教堂是远远路直去的 前面会看到一间教堂 不过 现在是封了 地图都没那么明显 一会知道哪个风 哪里是封的 图过去 好 和火车站已经上大人卡 之后沿着教堂方向跑 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 当然没什么特别 对我的游客来说 每个教堂都是景点 虽然说每个教堂都是景点 但是在外观上面 这个教堂一定是有些级数的了 进来已经见到好些游客参观 除此之外还见到一些义工 或者是一些职员在介绍教堂的历史 又是一间金碧龟王的教堂 他们的教堂是欢迎来参观 和拍摄照也没问题 当然要保持尊重 脱下帽子 静下帽子 静下帽子 不要聊天 事后看回这间哥德式建筑的 圣马利虹崖教堂 原来建于12至15世纪 被英国遗产委员会 列为一级登陆建筑 我想应该是最高级的历史建筑物分类 好 谢谢 感谢 让我看看 马利虹崖教堂 马利虹崖教堂 欢迎来到马利虹崖克里乌教堂 公园1115年已经存在 很有心 这些义工 我猜是给了一张中文的介绍 即是他见到我是王岐夫 然后就给了这个介绍 大概是八百多年历史以上 那你在英国或者欧仔教堂 也有这些年份 不太出奇的事 如果我不是跑步游览景点的话 相信我就会失去了 这么漂亮的教堂 看完教堂之后 继续跑步 这些位置好有趣 因为是一个类似船奥 但又有一个 你看看一些休息的地方 下面是一条铁路来的 即是未必多年有火车经过 有车和船 都是运煤的地方 其实已经是一个旅游景点了 有些咖啡店 在这里喝咖啡 对来说是很重要 周围都喝咖啡的地方 有火车车上来 有火车车上来 哈哈哈哈 嗨 看来我已经五胖五胖 进了一个景点的地方 像一个煤炭场地 有火车车 又有一些 船奥 这些东西都是在咖啡店 和展览店 很开心的小朋友 在这里玩路车 对了 很开心 又是一间 汽车 坐在咖啡店 的地方 看到这座钟楼 要注意 不要再带走 带走 带走 看到一些游泊 我那个游泊 有个游泊 很漂亮 很紧张 在这个位置 看到海银的位置 我这样聊天 好像教人家 要跑步 即是如果Bristol的朋友 会跟着这部片 去跑步的话 都是挺好笑的事情 跟一个外来人的路线 去跑这条路线 这些东西都留在哈叔组 哈叔组 要拍影片 介绍一些跑步路线 给这里来跑 来生活的人 很多在香港 没有跑一步 来才做运动 靠你和BTR 推动他们 去做多些运动 跑回到河边的位置 我所说河边的位置 在我左边 已经是一条河 已经是一条河边 遇到很多跑步的人 遇到很多跑步的人 OK 我们会沿着河边 一直向前走 前面就是 BTR搞活动的公园 来到这个位置 走到河的尽头 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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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离开尽头 去另一边 直去的方向 就是BTR搞活动的地区 到我今天的目的地 去到跨幅之后 我们就在那里回头了 上回来桥面 后面看到BTR的大桥 广告方向 就是BTR的豪宅区 一排都是 去到那个公园 我也是公园 这个方向就是这里 我一直在这个位置 直转 跨过去那边 看来 这段小段 不是太好走 不太好走 在草坯之后 转过来 马路 要沿着马路向斜 走一段 公园的方向 在我的左边 大概是十秒钟 方向 这段斜路 不是太好跑 不太好走 原来没有拍一段 在马路的小山径 刚刚下边就是马路 在旁边有小山径 走一步 跑来到Action Court的门口位置 跑了大概18km 我想不到这个 我心目中是在公园的地方 门口是这样 治安很差 很多警车 门口很吵 OK 终于到这个门口 最后叫公园 进来之后 城墙回望是这样的 挺好特色 进来一条绿树林阴的车路 那我当然不走车路 在右边有一个大草坯 超级大的草坯 昨天我们走草坯的时间 这些草坯就感觉到地球是圆 不知道林阴还是Sarah 这样都可以 地球是圆的 看不到尽头 来到一望无际的草坯 找个美好的位置 坐下休息一下 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在身处我们 用的地图 如何去行山市方面 找方向 我们分享一下 除了问地图之外 这段时间 有另一个多人问我的问题 就是我之前介绍给大家 那个罗华山 NMN 那个介绍 有朋友问我 是否可以 吃都有什么感觉 不过我吃之前 都做了少少的搜索 就是你叫我介绍 我都要留下什么 那些资料 原来我没看之前 我是不知道的 第一 我介绍它 因为我看到一些 我信得过的人 或者一些 大家玩迷同一个活动的人 那些资深高手都在吃 都说可以 第二件事 我也想了解一下 其中我不说 我不知道的东西 原来身体有个地方 是不会有癌症出现的 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 给个小小时间 大家猜猜 我先找个有利的草地 因为这些草地 全部生下了些花 我要避开花 我会变得到 好了 我找到有利的位置 这个位置没有小黄花 也没有蒲公英 可以坐在一起 刚才给大家猜的问题 猜不猜到答案呢 就是心臟 心臟 是一个很努力的器官 它每天24小时不停运作 将血液 养分 和营养素 运送我们身体各主要的器官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因为这么重要的器官 我们当然要好好保护它 除了我们的年纪慢慢长大 生活上很多的坏习惯出现了 这些坏习惯 会令到我们 可能会衍生一些慢性的疾病 而这些慢性的疾病 有机会影响我们的心脏 构成一些威胁 要保护我们的心脏 其中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用NMN 去提升我们的心脏功能 究竟如何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脏功能呢 因为一些研究报告 显示了NAD Plus 其实可以促进我们的内层细胞生长 和增加数量 当我们的内层细胞增加了的时间 我们的血管内层细胞也会同样增加了 相对来的我们的血管健康了 血管健康了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可以防止血管硬化之外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减持我们的脑退迹象 血管能够维持弹性 就年轻了 自然又防止这个硬化的情况出现 对心脏是很重要的 洛杉NMN在美国生产 采用最先进的第三代腐霉技术 将高浓度的NMN输入胶囊里面 每日只需要复食两粒 就有效可以提升你身体里面的NAD Plus 水平 从而改善你心脏的功能 在来仅仅5月12日至25日 曼宁买第二件半价 除此之外还送你一张50元的购物券 关注心脏健康的朋友 值得买一瓶去试一下 OK 分享过一些关于心脏健康的小资讯之后 讲下我们的离线地图 其实今天本来想着跑一下步 就没有想着分享一些离线地图的资料 但是跑来这个位置的时间一路跑 我又觉得可以值了一机会分享一下 反正我都在用 做个简单描述 我一路聊天的时候 我开着截图画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在外地行山 或者户外找路也好 主要都是用MAD ME 好处是它在离线 香港行山我分享的香港远足路线 只是限于香港可以使用 大家都知道 一旦离开香港 根本上就行不去 而我们用地图的重点 最重要是没有线地图都可以使用 OK 在英国以为很繁盛的地方 其实线地图是很差的 可以告诉大家 其中一个我挺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一个好像很大的国家 其实它的网络是一般的 一个5G的网络 很多时候都会跳回到4G 或者就算是4G的卡都好 正常来说 你知道速度慢点 但是有时候 因为我身上有一张4G卡 有一张5G卡 那张4G卡很多时候都是断了 收不到 所以离线地图很重要的 离线地图很重要的 我们常用的 Open Screen Mac 其实有自己的Apps 只要你付钱 都可以下载得到地图用 但是缺点就是要付钱 如果你想免费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用MAD ME OK 我就习惯用MAD ME 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 你会见到的 现在在电话里面 我看到了一条WOOD 那条WOOD 现在深色这条 就是我将会去到一支 终点棋子的位置 就是原本我点了的位置 而一些虚点的位置 其实就是我刚才曾经走过的位置 OK 我就靠它来引导我来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 就是跟我们用Google 输入一个地方 去做一个路线分享 不是路线分享 而是一个路线的规划 都一样的 例如我现在身处的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 我随便选一个位置 例如我在地图做篤又可以 或者是输入都可以 你看我画片里面 曾经输入过一些地方 就是我找过的地方 我试试输入附近的地方 我试试输入附近的地方 我试试在地图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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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在我来的附近 起点的位置 OK 我随便试这个球场 当你完成了 它就会出了一条路线 给你告诉你 駕駛车是9分钟 6K就去到 走路的话 是要4K左右 50多分钟 其实这个做法大家好像很熟 因为跟Google Mac差不多 为什么我用这个 重点是Google Mac 除非你把地图下载到你的电话里面 如果不是的话 当你没有联络的时候 都会断线 而我之前提过 Google Mac下载地图 定时是会问你跟不更新 如果不更新就会没有了 有好有不好 因为你更新的时间 你就会更新现场的环境 而我在外地来计 其实你会看到的 我都会用Strava Strava 就是记录由起点到现在 我来到18.81公里距离 来到这里 做一个记录 你会看到 我整条线 由Visto 我朋友住的地方 比较香川的地方 走来城市 大概18公里左右 做一个记录 与此同时 其实我也有开Google 其实我刚才也尝试了 同一样的做法 例如在A点到B点 在路线 然后过来 但是Google的情况 就是 当我走路那么长 我没有开它 它就会脱落 即是你不用开车 比如开车 开着它 然后倒行 前面多少法米 然后转左转右 但是Google 如果我走路的时候 我不知道 因为我记录的关系 它是会断了 即是我静止画面之后 开车就会断了 而Mac Me 就不会 这个情况 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所以就算有Network 也好 我都不喜欢用Google 找这东西 是其中一之一 但当然它有好处 譬如我身处英国 Google的地图 它很多时候都有一些中文的译名 中文译名 就帮助我们 了解回 那个 身处的位置 一些描述 始终有中文的译 好像 感觉会更容易 知道是什么 而Mac Me 基本上它都是 Open Street 底下 尤其每一个位置 都有一个中文的译 我便靠这几个赴助 补充我想要的资料 而利线地图 另一样东西 就是它不需要 整个地区的地图 全部下载下去 例如我回到大陆 我不需要整个大陆 全部下载下去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同样我们的英国也是 例如我拉过一些 我没有下载的地图 地方给大家看看 例如我去丁堡这边 我当一把 拉大地图的时间 你会见到 没有东西出现 为什么没有东西出现 因为这个地区的地区 都已经很差 没有地区出现 因为这么大的公园 市区中的公园 都可以没有地区 你说这里的地区 是多差 偶尔三支 总之我是不能足以令到 它提醒我 问我下载的地区 OK 那 Anyway 我去回之前湖区的位置 让大家看看 大家之前很关心 有问题 就是说 会不会有等高线的情况出现 其实是有的 好 现在在画面里面 看到的就是 我身处附近 即是大范围附近的地图 你会见到 我现在 我捡个近一点的位置 我现在身处在 这个 Bristol 的位置 这个叫做 Nave Woods 的附近 然后 当我再 将地图 Y点去看 你会见到 在顶线的位置 看到有两个位置 这个 四块叶的 就是 我之后 会玩一个 比赛的路线 来的 这条路线 好像四块叶 就是一条 我将会玩的 一百英里的路线 OK 那 到时 我就找人 跟着走 而再推高一点 再过 蜜蜜堡以上 然后 去到这个 这个 三块叶的路线 就是刚刚 我走了 湖区的其中一路线 让大家看看 这条 看不见到 现在 正面 这条 这条路线 是不是 穿过了 很多条 等高线 就是我所说的 之前在影片里面 没有出过 大概 五六百米距离 大概是 1.6K的距离 攀升 800海拔 平均每1K上500 就是这条 斜路 沿着山咀上 即是说 其实 这个离线地图 我觉得 是足够 我们在山上 去用的了 其实我之前 在首尔的影片 都分享过 不过 它未必每一条片 大家朋友都看过 可以再提一次的 这个做法 就是 举个例 就是 我现在在山顶的位置 拆了一下 接着我们 当它是 路线的 终点 原来 起点位置 我当它在山脚 在刚才的山脚 我会假定在我身处的位置 做起点 当然不会 有那么远 在山脚 在杂口的位置 做起点 接着一条行车路线 就出了来 当然 不可能行车 那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 Porter行车路线 地图不是万能的 你自己都会判断 没有人上山 OK 当你画一个 用人的时候 他告诉你 这条路大概就 2点多公里的距离 攀升 就800米的海拔 就是这么多资料 那你就可以 当你走的时候 就沿着上去 那也是那一句 地图的资料 你看到 一拉大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密的等高线出现了 OK 那你到时可以沿着走 那当然 地图是死的 你走的时间 你会看到 可能去到某个位置的时间 可能400米的等高线 附近的小环境出现 都不知道 那到时你再现场判断 是不是可以走 原则上你只跟着 你转着路线走 OK 那你会见 去到第一位的时间 OK 我们就计划 红色条线 左边走 右边 你见不见到 当你拉大小时 很多山径出现 那这些山径 你都可以按照你现场的路况 去评估 是不是值得走 那也是那句 因为不可以地图 就画了一条路线 然后就跟着走 这句话 我跟李一说的 因为他画这条路线的时间 他应该功课不是做太多 他跟他们的队友都可以走 我会这样建议给大家 你画了路线 画了路线之后 那些资料是死的 地图都不会告诉你 这条路有多崎嶇的 不像地图L 那时候说 你一定要看地图 地图是要看 但是有时候有些资料 是可以辅助到 你了解多一些 为什么你要 你要选择了它 例如在网上看一些图片 在YouTube 有些人拍了一些片 是分享的路况 其实都某程度上 一定的参考价值 是值得看的 如果你有兴趣 对那条路况 又要想去的话 那你就结合了那些资料 再决定 你是不是 适合走那条路 而另一样东西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 用香港主的路线 会用它来画地图 有些朋友问过我 可不可以 有没有画地图的路线介绍 我未试过在外国画路线 但以我所知 是很多apps都做得到 譬如旅一 它在画的路线 已经是用apps做的 而我们熟悉的open street map 都是可以的 亦都有apps 你看到 我都有按到open street map 同样 其实呢 有朋友给你一条路线 你只要 在汇出的情况下 如果你有这个apps 你可以选这个apps去开 基本上 GPX Final 都是ok 同样你都可以 save路线 好像大家用开的Strava 都ok 如果你是要 下载离线地图 就要付费 当然这个世界没有免费 午餐的 即是某一间餐厅 有少少免费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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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的出外行程里面 一个matme 一个strava 一个google map 或者open street map 其实你有几样东西已经是足够辅助 你在街上 或者在山上 不会迷失的了 当然上到山上 地图是死的 告诉有路 你都要凭你的经验判断 那这些就是后话 ok 希望解答到一些 问过我 用什么地图的朋友的答案 如果大家还有些疑问的 都可以留言 我知道的 也分享给大家 或者就算我不是太熟 而有些觉得可以辅助 帮到手的功能 再提供给大家 ok 我觉得够用的了 起码我都没有当心 我来到这里 今天是第20天都ok 现在玩比赛也是靠的 之前玩PTL也是靠MADME的 应该没问题 ok 好啦 那 BTL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因为我告诉我会到 但它又好像没有回覆我 它不到就算了 那 接下来的星期日 我们就在玩一个 5K和10K的比赛 而亦都跟了香港的朋友 来一个平行时空的玩法 在这里起步的时间 就会在香港的朋友 玩一些virtual 大家完成一个5K或者10K的活动 挺有意思的 我希望到时 同样坐在这片草铁附近 和大家开个live 起步之前吹一下水 ok 它不到我就跑回去了 跑了18K回去了 现在跑了18K回去了 今天这货36K了 之后就会和哈叔明天 上山再操多货 灰晴 好了 在我们飞了一阵之后 BTE应该夹不了它过来 那我就自己跑回去了 我的朋友家 离开公园之后 大部分路段都是走回头 不过我想再一次经过 之前 临山带我走过一条的Visto橋 这里直去就是了 跑过一条桥之后 才正式回程 好了 再一次跑过一条的Visto大桥 今天天气好一点 好一点 不太冷 上次来到真的挺冷 今天是舒服的天气 还没有 安全 很安静 可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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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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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